今天要来问的是双核医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陈俊兆陈医师 陈医师你好 东豪哥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双核医院心脏内科陈俊兆医师 陈医师 我今天想跟你请教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知道心脏有状况的朋友 像冬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注意 因为冬天好像心肌梗塞或心脏方面比较容易出问题 可是就你们临床上来讲 好像夏天反而很多人都会轻忽掉 这个是为什么 心肌梗塞不是都是要冬天的时候比较危险吗 是是是 我觉得东豪哥提这个问题其实也非常重要 因为在的确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的心血管事件会真的比较密集一点 可是也不是说代表说夏天的时候 就可以掉以轻心 我想这个大概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在今年 天气又比往年来说更热了一点点 温度上升情况下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不管在出外工作 或者说在一些环境下 很容易会因为这样子就减少了水分的摄取 而造成一个脱水的现象 那脱水它会让我们的心脏血管 或是周边的血管造成血液的黏稠度会上升 那黏稠度上升变成是血液比较停滞不前的时候 产生血栓的机会也会比较高 我想这是一个其中蛮主要的一个原因的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只要多喝水就可以解决吗 是是是 我想就是大概就针对脱水这件事情来说 保持体液的充足 尤其是有些在 有些朋友是他工作是 比较是在外面环境 大乐天工作的 那可能更要要做一个水分的补充治疗 那我觉得当然其他一个 针对心血管方面 你还是要照顾自己的心血管 包括说有些你有三高的朋友 你有抽烟习惯的朋友 你有高危险的家族病死的朋友 都要小心要照顾这些问题 那这个照顾 夏天跟冬天会有什么 不一样 除了说夏天因为高温流汗 我要补充水分以外 夏天跟冬天我们可以 有什么地方要特别区隔吗 是是是 我看这里蛮重要的 就是那个 那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因为我们所谓的 就会有个要想一个温差的问题 因为在外面的环境跟室内的环境 有时候在很强的冷气房 不是说在外面夏天的时候 甚至有人会喜欢在夏天的时候 刻意去做泡山温暖 做一个保养 所以那个我觉得就是温差这件事情 也要对于我们的心血管 也会造成一个蛮严重的影响 也要小心这件事情 那冬天因为本来就会注意保暖 所以说就温差来说 大部分来说应该都可以做到 可以防范的问题 陈医生那像你们在临床 像夏天你们遇到的病人 像他会有 还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很明显 就是那个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 因为在夏天在发生心肌梗塞的病人 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这些病人绝大部分 平常都没有在特别注意 关心自己的身体 所以很多病人他到来医院的时候 才发现说原来我有高血压 原来我有糖尿病 我胆固醇早就过高了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平常冬天的时候 只要一点点 稍微天气变冷一点点 其实很多老人家或是一些人 他就会出现一些症状 因为这些症状 他就会提前来就医 那前来就医 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可是夏天的时候 这种万一严重到 直接来挂急症的 常常都会发现说 原来这些病人 他平常都没有什么 照顾自己的身体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才会在这么样一个 相对高温 相对温度高的环境下 还心肌梗塞这样 可是夏天的时候 如果发现这种状况的时候 如果我自己不小心 有这样状况的时候 我有多少时间 可以去紧急修医 是是是 我想那第一个就是要 希望说各位民众要先了解到 什么叫做心肌梗来的症状 因为不是所有的症状 都需要非常紧张 第二个是 如果你有个突发性的胸闷胸痛 持续大概好几分钟以上 然后那个胸痛胸闷的特征是 有人会辐射痛到下巴到肩膀去 甚至有人会出现一些冒冷汗 还是有一些意识不心的状况下 第一个假如说您平常家里有一些 舍下含定 有背在身上的话 可以先喊一个看看 然后喊一个如果没有缓解的话 可能要赶快就医 那一般来说我们的时间都需要抢一些时间 我们关于甚至心肌梗塞 从症状发生到打通血管 这时间越短越好 所以现在台湾注意很方便 所以如果发生这种状况 我觉得也不要拖太久 大概如果已经有这种严重胸闷到冒冷汗 甚至还喘不过气来的 就大概我觉得几分钟几十分钟内 你一定可以找到 就是你所在地方附近的一个急增 至少做个新建图 来排除掉急性心肌梗塞这件事情 毕竟冰水 它除了说直接喝下去 大概对肠胃到对气管影响会比较大一些些 我想也不要太常喝 因为那个小时候拉身体的体温 体温突然一个急速的一个异常的话 其实对血管的刺激 可能会引发就是血管的收缩 收缩过程中万一造成血管一些内皮的受损 也会也可能会引起一些血管的筋软 或者说是内皮破损之后血酸形成 这都很难说 那尤其是疲倦 因为啤酒它会让我们的周边血管 出现一些扩张收缩 会有一个蛮快速的一个现象 那在这种情况下 加上又是又体会有一个温差在 那可能也会加速刚刚说到那些 血管的内皮收损 痉软 甚至会不会因为这段过程中 因为血压的变化 那心脏就受伤 啤酒还会这样子 对所以我想说大概就是 还是可以喝 可是还是就是小心 尤其其其他一些身体共病比较多的老人家 或是一些民众 如果他就三高控制就不是很好的 我都会建议最好就是喝一般常温的温开水 然后这种酒烟大概就尽量不要碰 好 那如果是四五十岁的人 比较中壮年的会有影响 是是是 我觉得 就是要讲到说 一个人会有心血管疾病 就是年龄是一个问题 那其他就是包括说他有一些 尤其是胆固醇血压跟血糖 这三件事情是要因人而异 因为我们在看一个病人有心血管风险来说 年纪性别还有三高其实都是考量 所以一个四五十岁的人 假如说平常保养非常好 然后比如说胆固醇控制的非常低 然后也没有糖尿病的问题 他也不抽烟 那这样一个的人跟同样四五十岁的人 他又胆固醇过高又是老烟腔 我想他大概处在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一定是查局非常大的那样子 可是我最近在朋友 比较年轻一辈的朋友圈里面 我后来发现 我最近常听到一个名词 但我不想因为男生 大家又会打球 夏天又热 但是他们好像蛮多人都 后来四十岁以后体重都会变得比较重一点 然后我听到他们就说 他们会有什么 二期的血糖是不是 专业名词我不知道 好像有点像糖尿病 但是高血糖 然后好像是二期的 然后因为打球 所以他们那个冰水都喝得特别凶 那像这样子的 因为他也是运动 然后像这样子的会对你们 从医生的角度上 他们没有抽烟 但是就是会打完球 大家会喝饮料 因为一定要喝很冰很凉 或者他们有时候聚餐会喝啤酒 那因为一堆男生 那种啤酒都会喝得很多 像这样子状况 如果他们的频率 大概一个礼拜都会有一次打球去 还是要注意 是是是 那这些主持人 我觉得也蛮重要 就是那个 刚刚主持人提到 那个我们都会说叫做 所谓的高血糖 比如说糖尿病前期 就是他可能是 抽血的数据上面 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抽血的标准 可是他又不是完全正常的血糖 这种我们会叫做是一个 高血糖的一个状态 那高血糖状态的患者 大概就要小心说 未来在过程中 他变成真正的糖尿病的机会 会比一般人会高很多 提醒自己 就是说一些饮食上面 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是说这样的运动 我觉得运动一定是好事情 这绝对不会是不好的事情 就是运动完以后 是不是我觉得 酌量补充一些体液 酌量补充一些水分 绝对也OK 所以不要说 就是太夸张 说一口气关下去 好几千cc的冰水 我想应该 那糖味道也会受不了 那不是只有心脏这样子 OK 只是说喝酒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我们在 不管在哪个心脏的研究来说 以前都会说 好像喝一点小酒 对心血管会有一些帮助 可是后来发现说 已经越来越推翻这件事情 不管是喝啤酒喝红酒 也不管对心血管问题 对心率不整问题 对血压的问题 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在朋友 这样子聚餐小酌 是绝对没关系 因为这个人之常情 大概都会有一些社交活动 可是如果说把这件事情 变成是一个 就是太过于 太过于夸张的话 我觉得这长久下来 对身体也不是只有心脏 其实对腺味道 对脑袋一起 我觉得都不会是好事情 所以你说红酒 那个说法也被推翻了 对我个人是这样看 就是说以前会觉得说 好像每天昨样喝一杯 好像对心血管会有一些帮助 后来发现说 因为这样的状况 其实后来发现说 其实没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 后续的追踪观察 发现说其实真的有益处 所以现在其实 刚才说酒精 酒精其实对心血管来说 大概真的完全没有什么 特别的好处 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 昨亮喝个小半杯的红酒 好像对心血管 我一直都有这个印象 对对对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所以你看最近这 最近这 最近这 至少这近期这几年 已经不会有心脏科医师 在推动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 那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个讲法 不会是酒伤 酒伤做的研究 是是是 我就不知道 我们现在比较希望是说 就是还是把回归到说 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原因 要针对这些原因 来做一个治疗控制 还是真正能够让心脏血管 甚至脑袋血管的一些保养 那如果说像 这种状况之下 生活上 我在夏天跟冬天 还可以注意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可以帮助我降低这种 像心血管或心肌梗塞的这种几率 是是是 谢谢主任 我觉得就是很重要是说 第一个是 假如说您或是 各位听众 或是您的家人 假如说平常没有健康检查的习惯的话 我认为其实 在这段期间 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可以做个健康检查 先确认说自己身体有没有一个问题 在说会不会是高血糖 或者说像是您的朋友也发现说 原来血糖其实已经有点过高了 还没有到糖尿病的程度 那高血压的话就最好就是每天就两个血压 因为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发现说 我怎么血压会反而是高的 人家都说高 人家都夏天的时候血压都会相对低 反而我血压就变高 那代表说一定有问题 那问题的来源是哪里 可能就要需要说跟医生讨论一下 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再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运动还是可以做 可能有些就是过于剧烈 或者说是很容易会造成身体脱水的一些状况 就要极力避免这样子 然后有些温差大的地方 从高温的环境进入到一个 比如说很低温度的冷气房 一个就要很小心这样子 通常会大量脱水的 应该都会跟马拉松 跑步这件事情比较有关 是是是 那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做 去健身房做重训或这些 像这样子的 他需要怎么去注意吗 因为其实事实上 包括很多重年人也在做重训 我觉得那个愿意让自己的身体 就是去做重训 让自己的身体的体态更好 然后让心肺耐力更好 绝对是好事情 我们还是会希望说 就是每个人的 每个人的一个身体 能够承受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甚至会不会有一些人 有一些影集 就是他自己不知道 我举例上来说 就是我们有碰过一两个 就是说他在 他也是去做 他也是做健身 结果说他 他不知道说 他原来其实 有一些慢性病 有一些问题在 结果他去做健身 做健身到一半的时候 在健身房倒地了 那倒地以后 好险是旁边都有很多人 可以帮他做急救 我后来急救完 才发现说 原来他早就已经 有一些问题在 所以说在健身 尤其年轻人 可能比较不知道自己 我觉得现在 其实很多疾病 也慢慢年轻化了 我们在门诊 常常会看到一些 年纪可能只有 三十多岁 他就是公司 做健康检查 发现说 哇 胆固醇这么高 这样子 三十多 对 三十多岁 胆固醇就高起来 甚至有更年轻的 我们都碰过 然后年纪 可能工作压力大 也在抽烟 那你说像这样的人 他去健身房 跟教练一起做 那种高强度的运动 我觉得也会有 某种程度上的 比例的风险 会不会工作到一半 运动到一半的时候 出现一些急性的问题 这都有可能 就觉得是量力而为 然后确认自己身体的状况 是不是真的能够 做到这样的程度 然后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我想运动 绝对是一而无害这样子 好 最后 陈医师我想 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因为像年过五十人 大概都会有 做健康检查的安排 但是如果说 有些东西会有年轻化 那我们现在一般人 我应该抓几岁 开始做定期的健康检查 是 是 是 我想那个 我这个倒也没有说 几岁以后一定要做 我甚至跟我的人说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这样观察 很多年纪轻的人 也开始有一些 有开始有一些疾病的 像高血压 胆固醇 这大概蛮常 像见在一些 年轻人的上面的话 我觉得甚至你过二十岁之后 可能至少就隔个一两年 就做一次健康检查 甚至您刚刚提到 那种四十五岁 四十五十岁以上的 一年做一次 基本的健康检查 我认为都不为过 这样子 当然现在健康检查的 能够提供的一些 健康检查的项目 也很多 除了单纯的抽血 跟照X光片以外 有很多其他一些 进阶的一些仪器设备 都可以在 真正问题发生之前 提前发现 能够及早治疗 这样子 好的 今天我们谢谢 双核医院心脏内科 主治医师 陈俊兆 陈医师 陈医师今天谢谢你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